这是1942年河南饥荒的真实影像 三千多万老百姓受灾 地里颗粒无收 为了活命只能抢树根草皮 可即使如此 每天依旧有无数人死去 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到1941年 这一年的夏天到次年的春天 河南一直都不曾下雨 老百姓手中的粮食是越吃越少 从一天三顿逐渐减少到一天一顿 但即便如此 国军仍然逼着老百姓们缴军粮 有存粮的还能勉强上交 没存粮的只能变卖家中的财产换粮 但面对一天一个价的粮食 老百姓卖地的钱也只够吃几顿 等到1942年秋天 老百姓们只能靠吃野菜冲击 甚至连喂猪的糠都成了抢手的美食 但这糠实在是太难消化了 逃亡路上不少人都因为难消化被活活憋死 眼瞅着吃糠没活路 老百姓们只能去扒草皮树根 一棵树能吃的很少 还得提防着有人跟你抢 往往混战中抢下的那点树根 也只够一家人维持不死 但即使这样 无良的商人军阀 仍然不愿意放过苦命的百姓们 他们有人买断方圆几十里的树木 然后扒皮磨成粉高价卖给老百姓 倾家荡产买回去的百姓 即使侥幸熬过这场饥荒 也会被病痛折磨一辈子 而跟老百姓艰难的生活形成对比的是 当时的烟花流向 因为很多女性呢 为了让自己或者家人活下去 选择把自己卖进去 长得好看的姑娘 能值八十斤洋食 然后她们呢会被妈妈收拾好 送去各大军阀的府里 人间已经犹如炼狱 难道政府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 蒋政府不想管罢了 如果不是外国记者把这段真实影像 在国际上公布 迫于国际的舆论压力 老蒋怕是一辈子都不会给河南拨救灾款 而更讽刺的是 这两亿的救灾款 经过各级官员的剥削 真正到百姓手里的不足十分之一 无数的百姓最终饿死在逃亡的路上 那可真为是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那么对于这场灾难 大家了解有多少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